新北市政總質詢 民進黨籍市議員針對市長侯友宜拼經濟進行總質詢 就怕侯市長只會喊口號 難道靠念力就會招來商機嗎 新北市議員何博文說 台商回流首選桃園市市府不夠積極 招商的大餅分不到 侯友宜則表示 盤點閒置土地及廠房 開設台商的招商專區 新北市會有執行力 民進黨籍市議員關心侯友宜拼經濟 就怕新北市錯過台商回流發大財的機會 招商的輕易目標就怕侯友宜做不到 新北市議員張志豪 民進黨籍市議員關心侯友宜拼經濟 就怕新北市錯過台商回流發大財的機會 招商的輕易目標就怕侯友宜做不到 新北市議員張志豪問說 如果市長做不到 那又該怎麼辦呢 你一堂公司就招商一千元 我現在就招商一千元 你上次要招商一千元 每年都要招商一千元 那就是招商一千元 因為招商一千元之後 這招商一千元 招商一千元 我們都招商一千元 再招商一千元 每年都招商一千元 如果到了年底 真的做不到招商輕易的目標 侯友宜願對市民朋友道歉 距離年底還有半年多的時間 今年Google進軍新北市設辦公園區 侯市長算是給了一劑招商的強心針 接下來要更努力的招商 有信心在年底達成招商一千元的目標 中佳新聞林立吳志恒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 最新的設計 站在偶像中佛市場 挑選舉 好喔